Morning,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张恒 在本期视频里面,我会走进The John Anderson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nd the Maste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这是加尼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安德森研究生管理学院商业分析的理学硕士项目 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商业分析这个领域里面,算是在美国这些商业上里面一个天花板的一个商业分析的项目 首先呢,UCLA,这就是咱们老百姓通常聊天说到的UC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加尼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跟大家先说说这个事儿吧,好吧 UC呢,其实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学校叫UCLA啊,或者UCB啊,UCSD啊,UCD,包括UCSB等等的 我估计UCSB他们一定没想到中国人对这个UCSB的理解 开个玩笑,因为他正好是按着地名进行命名了 他并没有主观的说给一个英文字母 比如说在UC Berkeley,他那个学校UCB,伯克里分校他就在Berkeley那个地方 包括UCLA,听名字也知道就在LA就是Los Angeles,斯洛杉矶这个地方 对吧,包括UC Santa Barbara UC Santa Barbara他并不是说故意给他起了个名字叫UCSB 还是就在Santa Barbara那个地方 包括UC San Diego,Universal California,San Diego 就在Santa Barbara那个地方 Universal California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加州的大学的系统 那么他有很多的分校 那么包括UC Merced,UC Riverside,包括UC San Francisco等等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有很多的分校,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走进了这所大学呢 UCLA也是在UC系统这个整个这个系统里面最好的两个分校的其中的哥俩,其中一个 那么最好的呢,在这UC系统里面就大家所熟知的UCLA和UC Berkeley,就UCB 伯克力和洛杉矶分校 在这两个所大学里面呢,我正好都有学生都在这两个所大学里面 所以虽然说这两个大学已经熟了不能再熟了 但是还是本着一颗学习的心态来跟大家一块来了解这个像 我觉得UCLA其实不需要我帮他宣传什么 或者是UCLA已经不需要老张我坐在这里跟大家哭哭泼心的跟大家说这个 在商业分析这个教育这个理学硕士这里面有几个天花板啊 那UCLA这个绝对算是一个了 你看官网上一会儿给大家看,上面大字写着Rack number two in the world 全世界第二,还没完呢 And four years in a row,连续四年 连续四年,全世界第二在这个项目里面,MSBA里面 所以加州能跟,在从商管院校的教育的角度来说 能跟UCLA叫嚣的,可能除了他自己的亲哥们UC Berkeley 也就是US的Marshall可能还是稍微就算商业里面好一点的了 那基本这就是在加州里面数一数二的了 当然了,横看美国,横看整个美国的区域呢 其实UCLA,Anderson也不算那么优秀 就算是优秀,但不算那么顶将啊 咱们有一说一 因为他毕竟,你看US是给出他的排名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 我希望我能够中肯啊 我希望我不 我大家看了这么多视频了 我也没有说单一的,非要捧一个大学 这大学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好吧 UCLA的商卷排了第17名 所以你要说他顶尖吗 他前面还有17个大学在前面顶着他呢 你要说他跟他哥们 跟UC Berkeley是怎么进行一个排位 那你看在商管Best Business School里面 Universal California Berkeley是排到第8名 你看在UC Berkeley的上面或者并列的是科伦比亚 是科伦比亚跟他并列,跟UC Berkeley 那他在在UC Berkeley的下面呢 就是Universal Michigan and Ambro 米歇根大学的安大堡分校 罗斯的商学院,这都是顶尖的 你要说科伦比亚和罗斯的商学院 Ross的商学院,这都是顶尖的商学院 对吧,但你看中间 你看从UC Berkeley到UCLA中间 这隔了多少所大学,Darmes,Darmes Duke 就不念商学院了,包括NYU 包括Universal Virginia, Cornell, Carnegie Mellon 你看这隔了这么几个才到了第17名的UCLA UCLA呢也跟Universal Texas Alstein的Metcorp,Metcorp排的第18名 所以他排的17名或18名的商学院 那你说National University呢 整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呢 你别说这哥俩一个UC Berkeley一个UCLA 并列排到了第20名的位置 在最新的USN排名上面 所以你要说他绝对的顶尖 那他前面还有20个大学 那包括你像科伦比亚, Cornell 包括甚至Washington University St. Louis 圣路易斯,华盛州在前面 Rice,莱斯大学,Vanderbilt 这都支持Sanna,Bron Darmes,Northweston,西北大学,Duke 你看他往前,其实Caltech 你看加州大学不是没有更顶尖的排名 更顶尖的,对吧 包括加州理工,UPN,Universal Pennsylvania 你俩就不说了,Warton第一的商圈 所以你整整体来看 他也属于一个比较 非常卓越的一个商圈了 排到第20名 大学排到20名 商圈排到第17名 那这个商圈的单向排名呢 你看他的商圈单向排名啊 我不知道他这个 全世界第二的这个商业分析是 他那好像没说 一会我们看看吧 是谁给他做排名 但至少在US News这边 你看商业分析 只给了他一个第42名的位置 Business School Specialties 那么会计学给了第22 然后一言别给了第9 而商业分析就让我排到40多名 也让我很很很费解啊 说这一般来说 这种单向排名排到20名 就差不多了 像Management,管理学第13名 Marketing第13名 对吧 那么商业分析 你看像商业分析里面 单向排名交流比较好 像MIT 这就是商业分析里面第一的项 对吧 佐治亚理工 你看Georgia Tech 包括Curkey Management 这都第2 第3的项 U-Pen Warden 这是第3的项 NYU第5 你看Michael刚才说的 另外一个天花板 排第7 芝加哥 所以你都 都在前十呢 哥能比亚 ASU都在第13呢 你想 一溜下来 他排到40多名 US News 排到第42名 的商业分析 Well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个第2是哪来的 Second in the world 我也不 而且4年 连续4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US News 给了他第42名的位置 但这不影响 这并不影响 UCLA 为什么并不影响 因为排名 具有参考意义 排名也仅仅 具有参考意义 你好好理解 这句话去吧 好吧 排名具有参考意义 排名也仅仅 具有参考意义 排名并不说明 绝对的问题 洛杉矶所在的 这个地底位置 旁边的经济体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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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rs 地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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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单说商业 和管理学院的区别 来说的话 这应该是在加州 第一的管理学院了 因为UC Berkeley H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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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商学院 USA的Marshall 也是商学院 而Anderson 是研究生 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和商业 其实是略有区别的 你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 深耕 比如说 十几年 你在美国生活 你对一个整个 就单一的一个小话题 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研究了将近七年的时间的话 你会发现 从课程的安排和设置 教授的教学的方式 和学生组成的方式 和来自背景 以及毕业的走向 毕业以后走向 去了公司的 大概的方式 或者渠道 你会发现 商学院和管理学院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略微的一点点区别 你真正体会在其中 你能感觉到 其实是有一点的区别 我就不进入那个话题 那个话题 就有点太深了 所以UC Berkeley呢 这个研究生管理学院 是个很优秀 很顶尖 这是加尼福尼亚州大学的 天花板级别的像 也是很多 很多学生 梦寐以求的一所大学 UCLA 其实中国人喜欢 就是华人 咱们就简称华人 因为加州很多的移民 咱们就简称华人 华人喜欢UCLA 包括UC Berkeley 其中多重的因素 第一 它确实是晒着 加尼福尼亚州的太阳 一年四季 阳光 阳光 我这个中文 一年四季 阳光 四亿的 还怎么说这中文 然后旁边就是沙滩 海滩 海风 来自大西洋的 海风吹着 对吧 太平洋Pacific 怎么翻译 太平洋的海风吹着 加州的生活 吃喝玩乐 这个绝对在城市里 这就是洛杉矶 这以洛杉矶进行命名的 就离洛杉矶当场就很近了 都很难区分了 就整个范 洛杉矶的一个 Metropolitan Areas 就是整个洛杉矶的 大城市的一个范围内了 所以说在各个 你说吃喝玩乐 再从中国人的比例 再从气候环境 再从学校的排名 再从商学的 或者管理学院的能力 各项基本都在天花板级别 所以这就为什么 UCLA这个Anderson的 这个管理学院 这个MSBA 都是击破头皮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一块走进这个 UCLA的这个Anderson的 这个管理学院 这MSBA的项目 来看看他 作为一个加州大学的 江博板的这个项目 他是怎么进行教学的 那么我们在带着 批判型的思维 Critical Thinking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个项目 横看美国 我们承认他的优秀 但是我们要发现他的不足 他肯定是有不足的 他如果没有不足 UCLA就瞎了心了 给他排到42名的位置 那他跟MIT的教学 商业分析 教学理念有哪些不同 他跟其他大学 包括UTLC MACO的 在商业分析里面 教学的理念有哪些不同 包括那么多大学的 现在商业分析这个领域 是兵家必争的一个领域 每个大学都开了商业分析了 我们一块就来看看 他跟其他大学的商业分析 教学的方式 有哪些不同 他有没有过多的 受到洛杉矶整段创新 包括Creative 这种创造力 包括这种加州的现代化科技 引导了商业分析的 一个整个的一个趋势 好吧 我们一块来看这个 我今天在 上边上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我们先看看这个洛杉矶 这个 你是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是各项都是天花板 我们先看图 沙滩 阳光 这个椿 这个 这个 这个树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 就这种 都是这种 这种样子的树 对吧 出门就是海滩 回家就是 你这中国城 你想吃什么没有 这这这 这这这 这都快赶上中国了 我不经常 加州不经常开玩笑吗 你看这 你别觉得都是美式的中餐 我跟你说 你中国想吃什么 洛杉矶那真是应有尽有 真是应有尽有 你看 当堂洛杉矶长那样 洛杉矶长那样 所以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在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繁华 等我在结束这个 结束这期视频之前 我带大家看一看 他有一个 微软出了一个这个 这个一个鸟 鸟鸟鸟感 不是鸟鸟 看那天叫我那个字 你看 一个一个图 看那个 好吧 我们就 大家都知道洛杉矶吧 洛杉矶不用我跟大家形容吧 这一个纽约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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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美国 最核心的两个城市 一个他 一个纽约 然后芝加哥等等 好吧 我们要不要看看这个项目 Anderso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erson的管理学院 这是个管理学院 其实他看的项目并不是很多 你如果看的program的话 除了MBA EMBA PhD 然后你看Mass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然后这会儿才出的 叫做Mass of Science 什么 In Business Analytics 上面分析的项目 我记得原来录的时候 只有这个Financial Analytics 我可能没太注意到这个项 Mass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我看看这个 你看rank number two in the world four years in your row 连续全世界第二 连续四年 但他这也没写是哪个排名 给出的这个这个排位的机构 我们看看这之后底下有没有写 但是USNIO确实 这可能40多名的排名 我也 我也是很好奇 说真的 我也是很好奇 Become a Master of Business Analytics 成为一个商业分析的大师 成为一个商业分析的大师 是这个项目 一个教学学成一个方向 一个算是一个定义性 你记得 那怎么成为一个商业分析的大师 If you are dreaming to apply your data modeling 上来就开始了 非常你会偏什么偏理的话 Data modeling is mathematics and coding skills to solve major business problems to solve major business problems you may be the right fit for our master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programs and for many top companies that hires our graduates 如果你对数据 模型 这种建模 这种数据的 包括 mathematics 数学和coding代码技能感兴趣的话 你看这个商业分析这个项目 我在多期视频里面讲了 它其实应该更多的是 70% about business 70%是商业 and 30%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coding 什么来自于coding 被这带偏了 来自于data skills 数据的技能 那么 其实是 商业分析这个专业 一句话解释 这句话 我认真负责任的说 绝对不是我故意 什么什么高 所谓什么高级黑的现象 没有 每个教育项目 它叫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它教学理念不一样 但是 从最正统的来说 商业分析是 一句话来解释 就是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让数据告诉我们 商业里面发生了什么 and let 或者use the data utilize data to make business decision 来让数据 通过数据的辅助 来做出商业的角色 其实它最后要停的 这个 70% 70% 它要停到这个商业上面 30%是来自于数据的能力 那么这个专业叫做 business analytics 那如果 那倒过来呢 如果70%是数据 30%是商业的话 或者甚至连30% 商业都没有 90%都是数据的话 然后这样的10%让你选一个应用领域的话 那个专业叫做data science 那个是data science 那个是数据科学的专业 所以既然这个商 这个专业开到了管理学院里面 开到了商学院里面 70%应该是functional business knowledge 商业运转型领域的知识 而数据是facility 数据是helping 数据是帮助或者协作 这个商业做出这个决策的 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项 上来就是data modeling mathematics 这也是受到了整个这个UCC系统下面 在加州这种 加州是科技 前沿 创新等等的理念的一定的推动 能感觉到从这里面 你看上来就是business model 他你看 然后你看 他说是self major business problems 解决主要的商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提前过 看过这些这些学校的 所谓的信息什么的 但是其实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how business make decisions 是帮助商业做出决策的 那也许你是一个很好的 fit for business center 他只是说你如果对这感兴趣 你可能是比较适合这个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怎么交进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看课程 我们就知道了 and for many top companies hare our graduate 就很多大的公司 雇佣我们的学生 一会我们看这个好吧 those organization seek to draw insight from massive and out of data they have accumulated but they may be right people to translate into actionable strategies 这句话才说清楚了 这个商业分析的项目 应该怎么讲 these organizations 这些公司 这些组织 seek to draw insight from 通过数据 massive and out of data 通过大量的数据 杂乱的数据 没有整合过的数据 they have accumulated 他们积累的这些数据 那能干什么呢 这些数据 数据是帮助我们商业 做出更加客观的决定 they need to write people write people 正确的人 那么言外之旨 就你是这个正确的人 你是学商业分析的人 to translate the data 去将这些数据 to translate the data 去帮助这些数据 不是说翻译数据 是使用这些数据 这是一个英文 去使用这些数据 干嘛 into actionable strategies 你看一般都是 actionable什么 一个是make decisions 做出角色 在这个地方用了什么 actionable strategies 作为可应用了 可实践的一个什么 战略 那么这个点就很清晰 因为商业 不管在各个领域里面 走到最后 其实不管各房各业商业 最后都在战略上面 你市场就觉得最好 最后你要做公司的市场营销战略 你金融学 金融学有金融的投资的战略 这最后就落在这一个词上 战略 这为什么很多学生 在大四毕业的时候 你们会看到最后一门课 叫strategic management 战略性管理 包括研究生 研究生最后一年 或者两年的下 毕业后 最后一门课也是 strategic management 或者international strategy 国际战略 或者strategic 战略性管理 或者strategic planning 战略性计划等等的 反正都跟战略是有关系的 因为当你做出一个战略的时候 你需要思考 我做出市场学战略的时候 你要思考这其中背后的金融属性 那么你还要思考这里面的税务会计 你还要思考这里面的 比如说人力成本 human resources 它要各个business functional areas 商业的运转性领域 结合在一起 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战略 做出一个strategy to build a strategy 做出一个战略 所以说最后 都停留在那个战略那个词上面 OK Our STM Certified 这个词用certified 一般都是designated 好吧 这个词这个地方用certified 我介绍99.99%上就能designated STM的专业 MSBA is a 15-month on-campus experience 15个月在校的经历 That gives you the tools to arrest the power of data to get insight 你看 理念 三个理念出来了 Arrest the power of data to get insight 通过收获这些数据干嘛 去得到数据 你们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掩在了什么 这些商业的洞察 这些动机 And tell data stories 你看我没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提前看这句话 我在无数集视频里面 我都说了这句话 什么是商业分析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什么是商业分析 让数据告诉我们商业里面发生了什么 市场里面发生什么 金融里面发生什么 And tell data story 为什么要告诉数据 Let drive strategic business decision 你看又回到商业角色 我刚开始讲到这的时候 没看在底下 我还捏了把汗 我还觉得这项目开了什么 上来都偏 偏了这些能力了 结果最后发现 他一句话又回落在这了 你看就是这简单的 通过分析数据 让数据说话 Let the data tell story 那么数据说话 能告诉我们什么 To drive strategic business decisions 来做出战略性的商业的决策 You will become an invaluable asset to an organization early in your career 你会在你会成为一个非常的 你会在成为组织公司组织里面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一个人才 说白了就是你的把你的就业力去的 About our program 关于我们的项目 Our MSB student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tech and the business by analyzing data to arrive at solutions that can change organization's strategy 也就是说其实我看到这儿 我包括这个没有提到strategy战略这个词了 我发现UCL这个项目 确实是有一定天王板 计算性能定义性能力 它其实是交数据方面的tech knowledge 就用科技类的交到很难的基础上 它还要能够做出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一个组织的战略 它等于在商业上面抓的高度很高 因为这是个管理学院 它并不是一个管理学院跟商业是都有区别的 管理学院是管理性质的 所以你看它是organizational strategy 一个企业的战略的同时 然后analyzing data 然后数据来干嘛 来做出战略 and impact 这对人类产生 或者对组织产生影响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我们选的教授都是在 比如说科研 包括数据模型分析 交流 商业的实际上面 都是这种authorities好家伙 都是权威性的人 大概意思就是 这话也就UCLA敢说的 beyond the classroom 一般上去还都是 都是一般一般上去都是field expertise 领域领的专家 好家伙 UCLA直接来一句 这里面的管理权 这里面的话语权 好家伙 beyond the classroom 超越这个教室里面 也就课外 他们都干什么呢 we'll create uniqu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有很多的实践内的活动 include internships with high profile companies 在顶尖的公司里面的实行的下 data storytelling 这个improve 这怎么improve还是什么 improve improve 这个词 这个词我都不 这个词是不是少打个意好家伙 数据 让数据告诉我们的故事 improve 可能是我外行的好吧 让数据和这些workshop 这些小组的 这些参加的这些活动组织 asumer和这些会议 with analytics leaders 这些分析的这些大领导 在各行课里面 to ensure our graduates are ready to make an instant impact on organization they join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说day one好吧 虽然很多商店 跟着觉得Jeff Bezos day one oh they're going to make an impact from day one 这第一天 are ready to make an instant impact on organization they join 他们这些人 一旦加入到组织里面 以后他们就能够怎么样 就能够上来 给组织带来一定的影响力 because our MSBA graduate will have such critical influences on business strategy 影响商业的战略 and decision will做出决策 we also make sure they are training active ethical outcomes the use of Anderson's way 我每次说到这个 我每次觉得 美国大学在教商业道德的时候 我都想笑 哎呀资本主义 都教出道德了好吧 you train to achieve ethical outcomes 就是因为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的 雇佣 我们的这些学生 能够影响公司的战略和决策 所以我们要make sure 我们要保证教什么 教有道德的商业呢 商业的商业的这个 这个人才 this is the UCLA Anderson way 这就是我们UCLA Anderson管理学生的教学的方式 哎呦好家伙 你看这 你看我正在UC San Diego的时候 我就说这帮教授看着 你都好好精英好瘦啊 你就看看德州这帮教授 一个吃的 那天天都是barbecue 你看你看人家中 人家中这些教授 看上去 真是 这些教授都挺牛的 你看 好家伙你看 说director 你看这faculty director 这是这个项目的 这个director 这个主任 这有中国华人教授呢 associate professor 能做到associate还不错呢 他说的associate distinguished是更牛 就distinguished professor 然后professor 一个单有一个professor的 才是一般来说最牛的 就是for professorship 就是全教授的职称 associate assistant assistant就稍微低一点了 assistant professor 好吧 所以说呢 我们等一下 我得先录一半天赞成一下 我先去资格寻 好家伙 录得挺激动的 我咨询完了 回来以后呢 我接着把这个视频录完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UCLA开出的这些课程 好吧 我刚才录一半视频 然后这边咨询了 好家伙 那没来及 我都没录完 那我接着给大家说 这个UCLA这个MSBA的这个项目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教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这个课程 在刚开始视频 录了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我们一直发现 UCLA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我们教的商业分析的人才 具有科技 具有数据 具有编程 具有coding 这些这些这些的能力 那么同时他说的很重要一点 就是这些人是做商业战略的 那么商业战略这一点 在很多的其他大学的商业分析上面没有看到 很多其他大学的商业分析 我们看到是什么 做出的decision 做出决策 但是战略和决策 是略有区别的 决策是站在一个更加高的维度上 决策不仅仅是做一个decision 决策 这个这个战略不仅仅做一个决策 战略是要做多个考虑了多个这个因素以后 做出的这个决策 在多个领域上面的互相的影响 因为商业走的最后都是在 其实在拼的商业走的最后 都是在各个领域都录了的战略这一点 好吧 我们现在就看看他的课程 能不能deliver 能不能给到 就像他刚开始说的 那我们的人是在商业里面 通过数据 通过这些科技的能力 通过现代化商业这些方式 来帮助商业做出决策 好吧 我们接着看 Learn from the leaders in the field 通过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 好像我这个教授一看就感觉 这是学生还教授 一看这个感觉就是 那种科技那种达人那种感觉 好像 我没话看看他这个 The UCLA Anderson MSBA curriculum is solidly based on the business school 这个词 好像我这个词我知道什么意思 又不知道怎么念了 就是在这个维度上面 大概这个意思 of merging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with up to many business projects 在这个 在这个商业 商业这个领域的 这种基础上面 然后将理论 结合和 和实践 up to many business projects 就最新的一些商业理论上的 这些商业上面的实践 Well MSBA programs available at many universities MSBA的项目 在很多大学里面 都是有这个项目的 那他接下来就要说 UCLA的不同了 对吧 一转折 UCLA Anderson is one of the field top tier business school worldwide offer MBA degrees MSBA degrees UCLA Anderson是少有的几个 顶尖的商业大学里面 开出MBA项目的 这个我觉得不准确 但是 但是我 我懂他的意思 他 他其实言外之意 是想说什么 说很多大学的商业分析 是开在他的 MBA下面的 就MBA下面 所属的商业分析的分支 那么他想说的是 UCLA的Anderson是少有的 那么几个 单开了MSBA项目的 他其实是这个意思 Our demanding curriculum 是我们的多变性的 与时俱进的 或者什么多元的这种 这种感觉在 Mannic curriculum 这种课程 他把Warrior Now faculty 就是世界顶尖的教授 然后technical theory based 然后巴拉巴拉 practical immersions 然后summer internship 然后corporate sponsor capstone 三个维度 一个是summer internship 暑假的时间内的活动 corporate sponsor capstone 一公司 公司带领的 这个最后毕业型的 那种时间型课程 And applied analytical projects AAP的时间内的 分析内的课程 Course schedule All MSBA hold on campus 所有的校园都是 在校上学的 然后一年的fall 然后然后winter spring fall two the summer is dedicated for unit internship 暑假是四个 暑假专门给到 实习的时间的 During the second quarter 在第二学期里面 student may continue their industry begin a few part-time basis or biases or participate in capstone consulting 毕业的时间内 咨询的课程 supervised by Anderson faculty members 由这个Anderson的 这个教学的 这个教授所主导的 上来第一学期fall 看他开始课程 statistical foundation for analytic r的课程 编程类的语言的课程 python automization python 然后sql 然后machine learning 这些上来都是 你看 都是一些实践性的 数据分析型的 软件的课程 这是刚开始的fall 你看 整个的一年的 整个的课表下 首先这上面就是 statistical foundations 先教你编程 就商业分析这个 这个这个专业啊 这个MSBA专业 很多大学 有开出的不同的方式 有的是先教你 有的是先教你 这些硬核的分析的能力 然后教你商业的 让你选一个商业的领域 商业的能力 然后最后 让你把它这个技能 和商业的领域 应用在这个每个领域上面 自己选的领域上面 这种教法 我估计UCIOS 是用的这种方式 但是那天我们看见 Duke Duke Fuqua Duke的项目 排名是要比这个高的 Duke这个Fuqua 那个商业分析的能力 它其实创新 它是让学生 刚一开始进来 就寻好它自己的维度 在它的维度上面 进行单一领域的 向前推进 这是Duke开设的 非常创新的一个理念 大家如果有清楚 可以看Duke那期视频 你会看见 Duke大学在这方面的老道 在商业分析 它是叫MQM那个项目 Mass of Quantity Mass of Science Quantity Management 那个项目 里面有商业分析的这个分支 September-December 首先它quarter-based 上来你看三个月三个月三个月 一个项目 然后statistical foundations Python Organization SQL等等 Machine learnings 然后等等的 这些都是硬核商业理论 然后开始学数据了 你看Base Foundation for Analytics 又是商业基础和分析型的课程 Data Management 数据管理 Perscriptive Models 这个中文怎么翻译 Industry Simulators 包括Cast 你看接下来开始应用了 Castmore Analytics 在消费者上面的分析 这是市场里面的应用 Compatial Analytics 这是竞争的 这也许是市场 也许是商业战略上的应用 你看它的逻辑很清晰 Operation 运营方面的 然后包括Industry 包括这个在不同行业里面 Suminars 就是参加这些会议 所以先交 数据 先第一六 它就没法选 就这第一六 就这第一六下 先把我自己取消一下 这是第一六下的 这些 交的是这些数据的 这些硬性的 数据分析的软件 然后交一些数据管理 会开始引入商业了 Business Fundamentals 加入商业的理论 然后接下来选领域 市场类的 运营类的竞争 战略竞争力的分析 然后做实习 Summer Industry 然后接下来 自己选 September Caption Analytics 这里面 About Entertainment Analytics Internet Consumer Analytics 你看这是 这是网络消费者的分析类的 就是市场类的 Entertainment 娱乐的家 为什么这是个Entertainment 有时候好好的 为什么商业里面 这边多了个Entertainment 娱乐行业 因为它在洛杉矶 这个洛杉矶 这个地方是 这个世界的娱乐的 这个算是娱乐的首都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面有 Healthcare 健康医疗类的 包括你选 Data Virtualization 数据可视化 Fraud 这是诈骗类的分析 对吧 包括这些金融类的 金融数据造假 包括财物等等 Forecasting Time Series Final Preparation Graduation 所以它用的这个模式 是非常保守和传统的 基础数据分析的 它交流理论 是非常保守传统 先是数据硬性分析的能力 数据方面的课程 然后在应用到 不同的商业的 主要核心应用预议里面 然后最后选 你自己喜欢的 重要的分支领域 在上面进行学习 这个教的方式 跟很多所死的项目 和包括Duke教的那种 从一开始定性的那种 一路走过来的项目 是有很大区别的 所以这就是 每个大学教的理论 是不一样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 它为什么说 应用在战略上面 Strategy上面 它一直在说 Strategy Strategy 包括是战略性管理 难道是这种 Compatic Analytics 将对竞争能力的 将你Port of Five Forces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值得考虑 但是它的应用性很强 你看它应用的维度 我是上海卡的狠死 它说三个应用的方式 你看Practical Summer Intercept 是自带的 而且是跟公司做的 Company Sponsor Capstone 实践的课程 Applied和应用 所以你看这儿一个Summer 对吧 Capsule Analytic Product 又是一个应用 都是以应用为主导的 Capsule Analytic 它们直接在讲这些 每些应用 包括Capsule Analytic Products The AAP Capsule Analytic Program 给 MSB candidates the opportunity to apply knowledge acquired to MSB courts to solve a practical Real-world Business Analytic Programs 以实践性的 和真实的商业 在真实真实商业环境里面 解决这些问题 By partner with corporate clients 进行地展示 showcase their knowledge and business analytics for their communicating skills 这评错了 这词我还不认为 In a dive more deeply Dip it into areas of interests beyond the classroom 通过跟公司的合作的 这些战略的伙伴 这些商业跟公司的 合作伙伴 学生建立这些 理解商业分析的能力 提交他们交流的能力 商业里面一直都在 推交流能力 交流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 对于商业学生来说 因为商业是需要 交流数据的 你光有数据 光做一个数据工程师 那是什么工程师的 就是交流能力 为什么在各家商业里面 这么看重 因为交流能力 你必须要有商业的交流能力 商业是需要把 对你的想法可视化 数据还有可视化呢 数据走的最后是 Tableau 是Virtualization 是可视化 那么这个可视化 给出你的数据 你怎么做出战略 你看到数据的 这边的密集度 分布等等的 你能联想到什么 你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 做出给出Presentation 做出这个 做出这个 Recommendation 做出这个 这个领域里面 一些建议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说在于 我只是坐在那里 光光光光光光 算数据工作 那你为什么来商学院呢 你去公众学院 学数据科学不好吗 所以这就是商学院 和公众学院 一个非常本质区别 在于你能把这个想法 交流出去 这很重要 我一直在着急 这宇宿加工在感应 我真的太忙了 我马上20分钟之后 具体来说是21分钟 23分钟之后 我马上还有一档咨询 我都是减着空 给大家赶紧录视频 4个人形成一个组 然后一个快速增长的公司 你看它的时间在下 一个academic quarter research project 一个学期的一个research project 调一下我们一个research report AAP Constitution Search Area Program 编程 Data Managed Method 再编程数据管理的方式 Model Development 包括这些模型的建立啊 等等 Business Salad商业的分析 Industry Applications 然后通过跟公司 做这些项目 这是一个商界 顶尖商界最应该具备的 就是 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 进行成长 这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实践 一个商业的项目 其实刚才那个咨询 那个学生还问到我了 商业的实践重要 还是理论上 商业一定是实践重要 实践是导致就业的 最重要一个因素 它那边有一个 这些过往的一些项目 这个我给你打开了 我们一会儿到时候再看 好吧 你看他开这些课程 这course description 这个刚才看的 R对吧 然后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SQL SQL 然后optimization 优化 Basic Fundamental for Underlay 商业的基础的 商业分析的课程 数据管理 刚开始课程 刚你看 教的都很硬性 我最想看的 其实就他这些 商业叫做 Functional Area 这些运转 应用领域的课程 它是怎么教的 比如Operation Analytics The Internal Operation Format Response for Executing From Business Plan Deliver Valuable Proposition 还真是运营的课程 Prove Their Returning Asset Short Terms 那么通过分析的方式 用数据来优化 公司在运营上面的 节约成本 Operational Compacted Based on Business Analytics 这是在运营 因为这个为什么 那你说商业 有很多人看到这里 可能内行的人 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商业分析 在运营方面 这个突然开了一个运营 那它应用在市场方面 Marketing不好吗 那应用在金融方面不好吗 为什么上面讲到运营了 大家如果看美国 Department of Liberal Statistics 劳动工 哎呦我的老药 劳动工程师 里面就说到一个点 商业分析 其实它是跟 它是商业分析 它那个Labor Category 是属于 就是那个 人才注册 它是属于运营里面的 商业分析 它的Business Analytics 这个数据 是协助 Increas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al Efficiency 和Effecting 企业组织运转的效率 和有效性的通过数据 数据是达辅助的 商业分析里面的 数据的能力 一定在商业里面 是达辅助的 如果你学一个商业分析 你也想说 我是想学纯数据的 不想应用的商业的话 那你别来上学 读商业分析 你去工农学院 读数据科学好不好 你去自然科技学院 读Data Science 不像吗 你如果只想当一个打工人 你只想当一个数据分析师的话 那么商业里面 是要做出决策的 数据分析是协助商业 做出运营的决策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上来就先卡住了 Operational Analytics 这是我最想看到商业里面的精华 Applied Data Analytics Exam Compactive Conditions in Industrial Market 研究这个公司 在这个行业里面 和在这市场里面的 相对竞争的能力 我们在之前 都是Porter 5 Forces Porter 5种的方式 对市场里面进行研究的能力 那么这个地方 用到数据里面 How do differentiation determine price in the margins 那么不同门的 区别性的战略 是怎么做的 然后 What market product long term profit before form 是怎么做出战略 所以这节课 其实就落在了 UCLA一直在说的 Strategy战略上面 通过数据 增强运营 做出决策 那么运营 通过分析市场的竞争战略 通过数据辅助 做出战略 那么有市场 就有什么 就有消费者 所以这就到了 Consumer Analytics Accumulation Matter Analytics Data 因为数据最早 因为最早 为什么数据 在市场上面 应用这么多呢 因为最早 公司里面有很多的部门 市场部门 一直是花钱的 这个部门 因为做市场就要花钱 打广告的呢 那打广告 你怎么知道 多少人实际看上了 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的收益 到底是怎么样了 很难 我们很难知道 这个数据是有关系的 这些市场人都学过 但是数据 能相对来说 能让我们更加客观的 看到消费者 是怎么做出决策的 从一定角度上来说 来预判 消费者会不会 在这里进行消费 包括消费者的消费的行为 这些都是跟数据 是有关系的 所以数据 永远是打辅助的 但数据 在里面 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 是很重要的 对吧 perferred data 包括等等 survey啊 包括data scan perferred data attribution data 等等的 都是用到数据的 然后就实习了 你看innership 这种innership 跟公司 在公司里面做实习 internet consumer analytics 这里面在网络上面 online products 也是跟市场 因为数据跟市场 和运营是不分家的 尤其是跟市场 数据是从市场里面 最少开始 big data 这么引进来 慢慢在商业里面 各行各也开始 应用到各种的数据的能力的 那么 那么也许你看 我的鼠标 我在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点到炸 我点到炸 它是可以记录 我鼠标点在哪的 但在现实情况中 我的眼睛 看到广告牌 看到哪 它是很难知道的 所以在网络上面 这些数 你比如我在这个页面 停留了多长时间 我点看到哪些标签 我关掉了哪些标签 这些都是被记录的 这些都是大数据 healthcare在健康医疗里面的应用 包括entertainment 为什么entertainment 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 industry 整个工业体 洛杉矶整个这个支持的体育里面 entertainment的media 传媒里面 在洛杉矶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好吧 这是它课程开出的方式 整体来说 开出的非常的扎实 但是你要说它这个理念 它这个绝对的领先的优势 或者说达到了绝对的能力 它是还是吃着本身这个名字 和本身的这个商院 在开设这些课程的 这些教授的资源的能力 至于这个开设的方式 我相信这个下部 可以基本上达到非常 可以将近100%的就业率 就于这些课程 因为首先硬核的课程 卡得非常的紧 在商业里面 英文的领域很多 但是有待提高的就是 学生其实应该更加主导的 分成不同的分支 或者主导的进行选修 选修型的课程 而它这个更多的是 整体的一套下来 每个学生基本都是这些课程 它的选择性 它的专一的选择性的垂直度 如果跟杜克进行相比的话 那么其实两个人 是各有优劣势的 如果你看这个问题 我没有一个大学 给我一分钱关系 我没必要在这怪 什么所谓的高级黑什么的 没有 没必要黑的 我有学生还在UCLA呢 我黑他干嘛 我有学生还在杜克 对吧 但是客观来讲 在学生在选择 每个项目的时候 关系这些课程 能看到这个大学 在开着这些课程的时候 一些想法 能够看通过 我跟大家分析 免费的分析 不收一分钱的分析 就跟大家来看这些课程 大家能感觉到 每个大学开着这些课程 它其实有自己的想法 它在教授资源 它教学理念 它开始有点分支 对吧 到底MSPA 我是先给学生上来 卡住四个分支 还是说给学生 只教那么三四门的 核心课程 甚至课程 都让学生进行 构加自主的选择 还是说有些大学 锁死的项目 还是说有些大学 就像ECLA似的 一半一半 那么这个平衡点 是怎么掌握的 这是每个大学 开着的不一样 它开着哪些课程 它为什么 开着这些课程 都引发我们思考 这个课程明显时间级就很强 它吃的就是大学的名字 和周边的 在大城市的 环境经济体 你看这又AAP了 Applied Analytic Product 我得快点讲 我还有14分钟的时间 好家伙 Applied Analytic Product AAP的Solid Capsule Master Business Analytic Quickrums Represent Opportunity More Serious 巴拉巴拉巴 Up to Mainnet Spreaders 刚才在另外一个页面 说到了这个时间内的课程 我看它是 Coronial Communication 它是在 你将你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应用在某一个公司的 一个应用的领域里面 看它是怎么 这个Program Structure的 AAPs are completed In Group of Fourses 四个人一组 Serve the Master's Thesis and Graduate Requirements for MSB Candidates 然后还能因此进行 我看见 这是Process We'll begin gathering All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Andersand Organization 首先到一个公司 先去了解这个公司 收集足够的信息 然后了解这个公司里面 在哪些方面 需要分析和应用 在同时 The Client 你看这个公司 就是真实的公司 带着学生 在大公司里面 进行实践 The Client Organizations Wall Gathering And Organizing Anidated Team Wall Analyze 来告诉这些 来提供这些数据 让学生进行分析 然后能为 接下来这些学生 Work with their faculty advisors 跟那些教授主导 不是教授部导 不管了 有很多大学教授 交给公司以后 教授都不管了 但你还是在学习过程中 所以这个学生 还是会跟教授一块来 了解 叫做来带领学生 来帮助学生 来看哪一种的解决 分析的方式 更加适合 在这个公司里面 The Output of their access may be included 那你做出要做出什么 比如说KPI Key Matrix 对吧 KPI的方式 Statistical Insight 做出分析的 这些洞察的结果 包括Process 包括比如工厂 它优化这个整个运转的方式 公司运转的方式 和给出Recommendations 其实就有咨询的性质 给出Recommendations 预判和这个Perscriptive 这些商业的 这些分析的方式 Data Managed 怎么如何对公司以后 管理这些数据 批判的Process Recommendation 给出哪些关键的人员 你做这些项目 说明就留在这公司里面了 很多这种 Innership就在这个应用的课程 这很多的 Requirement Quantitative Data Reasonable Quality Sufficient Service Products 有足够的数据的分析的能力 锻炼学生分析的数据的能力 然后 然后就是在这时间里面 这是基本上 每个大学 在商业分析里面 应该具有的素养 但是有些大学 由于排名 由于自教学资源 由于公司的 合作的能力 并不具备 真正做的这种顶尖的 那像UCL 一种顶尖的大学 这种顶尖的管理学院 他有这个能力 去跟当地的一些公司 进行合作 来给学生推这些项目 那么这是一个 顶尖的管理学院 应该有的资本和腔调 那么你作为这里面的学生 你也受益于此 这就是很多 很好的管理学院 和一般的管理学院 一个很本质的差距 就在于合作的公司 教授资源 教的能力 和时间内的素养 这是AAP的课程 毕业的能力 我看一眼 Partner Analyze Looking For 像这种大学毕业 你看去了哪些公司 这不是Facebook改名了吗 叫Meta 对吧 Google Apple Microsoft Amenso 这Snap了什么 LinkedIn Yelp 然后BetaDance 这边直接跳动都出来了 IBM Quadcom Verizon Workday Disney NBC Spotify 对吧 Deloy PWC 都是顶尖公司 你看都看不见小公司好家伙 然后各个领域的 你看 有些学校有一个公司就了不得了 这都是 这都是好家伙分领域的大公司 都是每个行业的巨头 大的科技 Internet Social Media 传媒 社交媒体 还有个Software Verizon IBM IBM就是老牌 蓝色基金 好家伙 IBM Entertainment 娱乐行业 他在洛杉矶 你看Disney Universal 对吧 Sony 我就不说Discovery 然后考虽的咨询类 你看BCG 好家伙 McKenzie Essential Deloy PWC 然后Ecommerce Retown Warmut Editas Nike Spotify Shopify 什么Spotify Spotify 这好家伙 Shopify 就是大的这个网站 然后Financial Technology 它里有PayPal 我都不Discovery 不一一点了 然后Transvitation 特斯拉不算科技公司 好家伙 我真是笑了 特斯拉算算运输行业 好家伙 Tesla Uber SpaceX 这不是一家公司吗 Tesla 然后Lift Honda Southwest 然后 那都不给Southwest 单列一个 叫Airline Industry 好像航空业 Healthcare 都是大公司 都是各行各业的头 你看百分之百 就为例 我就说 像这种学校 像这种学校 这种项目 而且教的这种难度 说真的 刚才那种课程难度 绝对是百分之百 最为例 真是不少挣 2021年 平均公司 Average 4X Salary 11万 看看 放大点 看看 11万 5568美金 15568 $11万 将近 一比七的会 年薪就将近 80万起薪 人民币 然后 还有Average Signing Bonus 那你就说 还有41% 学生拿到了 额外的提成 额外的 就是签合同 时候给的提成 那加价 这俩加价 将近13万了 美金 刚开始工资 2021年 21年还是疫情期间的 就业本身就难 好大伙 Intership Rows 看这些 在柳 实习的 不同的岗位 各行各业分析类的 基本都是分析师 你看Analyst 都分析师 Operation Analyst 都分析师 各种各行各业分析 因为数据 其实就是数据分析师 商业 什么叫商业分析 就是分析师 这都是学生们 各种好家伙 真是能证 100%就业率 13万平均 起薪 好家伙 这帮教授 真是 这真是diversity的 来自各个国家 各种肤色的教授 这些都是教授 这就没什么好看的 Students 看一眼 Students 然后这学生 这UCLA 好家伙 你看这孩子们 一个个的都是 年薪百万的人才 好家伙 我看这笑着 真开心 数据分析 真好 UCLA还是有 真是有两下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数据分析的这些竞赛的 哎呦 还有八分钟了 时间来不及了 这边还有这些UCLA的 这些竞赛的 数据方面的这些的活动 这把Central 每年做的这个吗 Big Data Conferences 等等的 然后这个是学生做的 看这 这个表情 Class Profile 看看你大概能不能进 47%的女性 53%的年年龄 男性 然后年龄这边 25岁平均 然后你看来自于各个国家的都有 对吧 然后看也这个 Entergraduate Majors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Entergraduate Majors 本科的毕业的这个能力 本科毕业的来自于背景 你看各行各业都有 Entergraduate Majors 主要还是Engineering 占了很多 公众学院占了很多 因为数据科技 数据分析 商业分析 Economics 经济学的 商业的 这俩 这俩基本经济学 商业加起来占了30%吧 也说三分之一的公众背景 三分之一的商业背景 然后剩下这些专业 还有金融 你看把金融业底算成 金融商业里面 剩下这些 这些就是另外的一方面 然后 平均 我看 平均你看 你能不能进 你自己看吗 Average Gman 好家伙733 这姿态真高啊 这733 这应该比杜可能还高了 733 96% 然后 然后矿 你看GRE主要看 矿的量化的能力吧 168 Graduate degrees 研究生 有家还有研究生学位 MBA的就占了 读MBA 还过来读过数据分析的 硕士 好家 MBA占了25% Economics 经济学是2 然后 Enterwise Universal Average Worker 两年平均 这么近 所以说 你能不能 你看看这个 Gman 你觉得能不能进 对吧 733 要求还是真是 真是挺高的 好吧 Mations 基本上 这个就跟顶尽大学 都一样的 我看一眼 Mations 基本上 SDM3.0 加了GPA 然后 Spec Overall 至少710分的 Gman 162 GRE 矿 分数 然后 托福 雅思 刚才我在 这个页面这 看到了 托福 雅思 托福 雅思 就是100和7 你看 那天我看 哪个学校 好家伙 一个很不灵 很一般的大学 好家伙 雅思要7.5 托福要105 好家伙 他怎么想的 好家伙 UCLA这边 顶尖的山广院校 基本都是100和7 这是够了 因为英语本身 就是个交流的工具 好吧 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 还有6分钟时间 给大家看看 这个 好家伙 看看洛杉矶 看看这 这都不用我说 这洛杉矶 这又要有生活 要有度假 要有度假 要有城市 要有城市 对吧 要有中国吃 有中国吃的 各项都是拉满了 基本上各项能力 然后给大家找 一个好玩的 当时 当时我看 那个 我看看 那个 我还能不能找着 那个 那天我 我刚才最早 我刚才卡 你知道吗 打开那个东西 我看一下洛杉矶 就是他有一个 看有没有 有一个 找找啊 别着急 我知道你们看不见 因为我在搜索 看一眼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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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卡我这个电脑 我这个电脑 没那么高级了 微软新出了一个东西 我说这东西好好玩 你们看一眼 你看这个 这能自己 自己调动到洛杉矶的 站在这个洛杉矶的房顶上 看着洛杉矶的夜景 我可 好家伙 你们看看这洛杉矶 哎呦 这微软新的真厉害了 你们看看这个 好家伙 这高科技 当场洛杉矶的 你们想想 为什么很多人 就想来洛杉矶 我好家伙 行吧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 这个洛杉矶 UCLA 这个项目 首先 我先摆头 不行 我这夜面光了 感觉要卡了 首先为什么 首先为什么很多人 UCLA和UC Berkeley 因为是加州的原因 当然了 选大学也不能单看 地理位置的因素 这也不客观 但是UC Berkeley呢 又正好是在 加州 University California 这个联盟里面的 大哥 这这俩一个 一个Burker 一个LA 对吧 那自然竞争就激烈 它的地位就是洛杉矶 那很多人 NYU为什么火呀 就是因为 你想NYU是在 New York City New York的城市里面 那么 那么具体 这个项目 开设的怎么样 这个项目 其实开设的 硬性技能 教的很核心 它的硬性技能 它的硬性技能 教的很难 它就是这种 传统的商业分析 是硬性技能先教 然后数据的能力 然后应用在一些 主要的核心领域里面 比如市场运营 包括 刚才说了一个什么 包括消费者 市场运营消费者 然后最后 你再选一个领域里面 再选一首选修课程 然后进行应用 它有结合当地的地位置 它的entertainment 它的娱乐 娱乐产业非常的 非常的好 百分之百的就业率 平均就业工资 13 加上bonus 相近13万多美金 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跟杜克 不相上下呀 那么我相信 很多学生 在申请杜克的时候 也会同时申请这个项目 这个UCLA的Anderson 管理学生还是个管理学生叫的项目 还是真的是 有一定实力的 其实不用我给这个大学 打任何的广告 大家看见了 那个大学的 我也没有录一期视频 故意给任何一个大学 打广告 咱们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我也没什么高级 和一会儿高级夸的 不存在 我就想简简单单 带给大家来看 每个大学的开设的项目 它的理念是怎么样 它应该怎么开设 每个大学对商业分析的理解 是怎么样的 它教终学生 它的expectation 它对学生的预期是怎么样的 学生毕业以后 平均就业工资是多少 它去了哪些公司进行就业 加州有的是这些科技 它的发展的方向的领域 学生对这所大学的选择的方式 是跟很多其他大学 是不一样的 好吧 以上就这个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利福尼亚大学 洛杉矶分校的 约翰安德森管理学院的 MSBA的项目 我每周五个长得免费的资金时间 大家如果想联系到 可以给我发表 first thing.lastmantanacy.com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 P3CH&RZ 以上的本期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a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watay it would be for you to rise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for times